等一下我們來改變一下 我們原來網站的形式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儲詞上面秀東西 唐詩 漢複 等等就可以連結 因為這個題目當然很小了 你可以把它再擴大一下 可以做很多東西出來 那我們怎麼做?第一個流程一樣 我們一樣在桌面上放一個資料夾 那把那個204這一題 摳在桌面上 後面加一個APP 然後裡面會有什麼? 有圖 這張圖我們需要的 不過各位將來可能還需要把它稍微採檢一下 因為這張圖如果放在手機上 可能會太寬 不過放在平板上面就OK啦 所以你這部分可能是不是需要做一些調整 這我想 之後 可以再思考 OK那其他的話這張圖 然後media用不到 主要是這個data 這個data裡面有幾個 網頁呢? 總共有六個網頁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用之前的概念來看的話 我們需要幾個頁面呢 實際上就是6加1 一個首頁對不對 所以 這個部分我們的素材 那我們把這個資料夾建立 所以第一個 動作就是建立一個資料夾 這個資料夾是素材 裡面包含就是說 我的文字 我的圖 甚至如果將來你要有 音樂的話你也可以把這個音樂放到裡面 再來的話呢 新增一個什麼 網站 有沒有 本來是在外面的 我要把它 放到裡面來 這個放到裡面來怎麼做呢 新增網站 有沒有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20 也是一樣嘛 你先選取一下 選桌面上的這個204的App 這個 然後按選取 然後上面的話 直接也用一樣的名稱好了 因為之前好像有同學 不知道是不是用中文的關係 還是什麼關係 一直會有問題 這個可能 再找找看 因為我沒有遇過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個狀況出在哪裡 那也就是如果同學 一直 轉成那個 APK 不行的話 那不然你們作業繳交 我剛剛有同學問 不然你們先繳交 ZIP檔好了 如果你 旁邊註解一下 傳上去實在不行 那你先把ZIP傳上來 那我有時間的話 我再看一下 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這個問題 我也沒遇過 所以也沒辦法 直接跟各位講 為什麼 那不過很多答案是自己踹出來的 很多 其實像 這個FoneGap 這一套東西說真的 網路上你們可以查一下 也很少 在分享 為什麼 因為 像這樣的一個流程也是 我自己踹出來的 很多流程 沒有人告訴你答案 答案是誰告訴你 我自己 創造出來的 所以很多東西呢 是自己去 答案在自己手上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 沒有人告訴你答案怎麼辦 就像我告訴你這個流程 是我自己 創造出來的 那你也可以有自己一個流程 不見得一定要照我的 或者是提供給各位一個 感覺上 比較 容易一點的方式 給各位一個 開頭 再來 開心一個網站 不過建議 這個FoneGap 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請自己再到圖書館裡面 找一些相關的書籍來看 但是 這個技術好像太新了 可能要到書局 才能有辦法找到 FoneGap 如果你對於 這部分有延伸性的興趣的話 HTML5按建立 建立之後的話呢 記得把這個傳統 然後這邊改成分割 另外的話呢 先把它存檔好了 儲存 另存新檔 這個名稱的話叫什麼 index .html OK 這樣的話我們就把一個網站 跟一個網頁建立起來 然後呢再做什麼 在body跟body中間按Enter 然後這邊有個JQ模板 插入頁面 第一個頁 按確定 第一個頁面我們一樣叫做Home好了 Home 然後沒有頁尾 因為頁尾 頁尾其實你沒可以再加 因為有一張圖 你可以自己把圖放進去OK 那我們暫時 也是不要用頁尾 按確定 好那這邊 你會發現上面多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JQMobile 它其實我們會做那麼效果 都是 透過這些東西來做的 那什麼叫JQMobile 如果有興趣的話 自己可以再看一下 比較跟程式有關係的 再來這邊的話 在DIV body的上方按Enter 然後也是一樣插入頁面 總共的話呢 我們這個第一個叫Page1 或者你可以給它取名稱 我不確定說中文OK 比如說你可以儲持 按確定也可以 但是這個中文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試試看 如果 保險一點的話 我們用Page1 然後往下這邊的話 分別在插入頁面 然後Page2 總共有6個頁面 所以分別把1234到6 分別插入上去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邊稍微改一下 就可以Round出來了 可以把它慢慢Round出來了 OK這裡的話我想 第一階段請各位先試試看 也稍微做個複習 好